反對核災食品解禁 人節反對核災食品解禁 反黑箱 保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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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委會 認識食品安全的議題絕對會是跨部會 所以農委會這邊是針對 相關的農產品安全的議題 提供專業的建議 所以我想各位要先了解整個制度面的 運作裡面為什麼 昨天史安辦已經有具體講說 您剛剛所提到的四個縣市 到底開放哪些產品 應該是反過來說 所以權責到底是在農委會還是 權責當然是在衛福部 所以像今天所有的國民黨委員 你們問一個問題 他剛剛所有的問題有沒有針對 史安辦跟衛福部 還有跨部會提出來的這個政策 做任何的質疑完全沒有針對 政策做質疑第二個 如果要針對政策說明 像您剛剛問說四個縣市裡面 到底開放了什麼 您應該反過來問說 我們限制了什麼 我們這次有針對十四縣裡面的 所有日本不能上市的 我們全部不能讓他進來 例如哪一些呢 像比如說我們的青森縣熊 他就不能進來 我們有所有的清單 如果各位的話我們放在網站裡面 有把十四個縣裡面 所有產品不能進來 我覺得現在全國民眾裡面 我覺得應該要關心的是 到底他的政策內涵是什麼 結果現在所有 我比較可惜的是 完全沒有人去討論 那你到底政策 我們管制了什麼 我們限制了什麼 我們調整了什麼 那變成是大家只針對 所謂的 我們在這個食品的這種名字 或是褐色 褐色的食品名字 在這邊爭議 那完全失焦了 所以我們會依照 我們跨部位 我還再次強調 我是不是用農委會護署 我是用食安辦的 匯報的護執行長 那我們會重新的 會跟所有的公民對話 我們會把政策的內容 講得很清楚 我們非常歡迎說 那這樣的政策調整 到底有沒有會引起 我們的食品安全 更加確認的是說 我們要珍惜台灣的民旨制 立法行政的監督以外 我們的資訊公開 還有我們文官的受到保護 所以任何一個公聽會 大家都要很珍惜 讓公聽會 很完整的把它開完 我們還沒有做決定 我們要以 我們能夠把關的部分 那是食安辦的事情 食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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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嗎 食安辦 一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